中国啊,也叫中共啊,它的蓝、金、黄、绿是什么,当然很多人听过啊,当然蓝、金、黄、绿只是一个名词的组合,四个字啊,本来是蓝、金、黄、三个字啊,后来再加一个绿啊,只是一个名词啦,但是它指的意思啊,这个几十年来啊,这个国内外媒体啊,还有很多人啊,也包括中国内部啊,都提出了, 提到过啊,就是名称不一样啊,所以蓝、金、黄、绿啊,它什么意思啊,至于它的意思啊,你赞不赞成,那就要个人自己判断了啊,就是说我们了解啊,就是我们增广见闻嘛,就是我们听过,知道意思啊,至于同意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知道比不知道好嘛,也许你曾经听过蓝、金、黄啊,这个很特殊的三个字名词啊,甚至啊, 也听过啊,也听过啊,蓝、金、黄、绿啊,后来讲了一个绿啊,这个四个字的名词啊,但是对它的具体的意思不太明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多少年来也很多人都提过啊,用这类似的观念啊,就是没有用这几个,这几个字啊,组成的词啊,这郭文贵提出啊,那郭文贵这个人当真一线当下被美国关起来了啊,但是, 他讲的很多东西啊,是,应该是事实啊,当然很多他夸张啊,我说很多东西啊,不是说每一件事啊,当然郭文贵这个人争论太大啊,他的水平不高啊,但是,他情报部门出身啊,所以他对中共内部事情,他确实了解多啊,当然个人的格局不大啊,当然讲的是满嘴跑火车啊,但是,他有些情报啊,是确有歧视啊,但有些夸张啊, 有些真真假假啊,所以这个很复杂啊,但是,如果他全部讲假的啊,就不会引起那么大轰动啊,就是有一部分是真的啊,因为他情报部门出身嘛,他手上有情报嘛,但有些东西啊,就可能灌水啦,或者甚至假的啊,所以这样不管啦,不管郭文贵这个人争议性多大,或者讲的真的假的,不管啊,我们就只讲,他曾经说过蓝金黄啊,但后来有人再加一个绿啊, 从以下三则新闻报道,让我们了解一下啊,蓝金黄绿的意思啊,至于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思,有没有道理啊,或者真的假的,他自己去判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跟我们同不同一些两回事啊,可是知道的越多越好,知识越丰富越好,那再加上,就是事实啊,就是一般人就知识多一点比较好啊,但是你怎么去判断,怎么去看啊,那是个人不同, 啊,第一个,我们从三则报,第一个是台湾的自由时报,2017啊,这是早一点啊,那后面的报道又比较接近现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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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最近20年内对台湾香港的蓝金华计划 蓝金华是要第一个提出来的 但观念不新 但是蓝金华这三个字就比较特殊 对官员商人无所控制 无不中招这样的控制计划比核武还厉害 未来也会揭发港台高官被拍下的赌博 跳唱一万的影片证据 那什么叫蓝金华 三个意思 这集主要是讲这个 倒并没有意思说蓝金华是对的 是错的 有道理没道理 不是 我们只是纯粹增长知识 整口见闻了解他的意思 其他就不管了 蓝色是控制网络 以香港为例 各种金融数据 银行上市公司的讯息都在掌控之中 香港台湾各种股市 金融数据都已经不真实 这边是他讲的 而更重要的是 透过网络控制言论 因为这个 所以郭文贵为什么 一开始大家很多人 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如果他讲的完全道理 无中生有了 马上就不会引起关注 就他讲的太接近实实了 所以才会引起轰动 但是后来他有点变质 有点满嘴跑虎吃 胡说八道 以及有一些东西没有证据 证据不拿出来 不拿出来 也或者拿不出来 或者不想拿出来 那就是公信力 就是受损了 就是越来越来越受到人的轻视 最后就被关起来 被美国关起来 更重要的是 透过网络控制言论 进而达到洗脑 如台湾的钱总统 曾经被抓 曾英雄下台 香港的曾英雄下台 等等 890%都与政府立场一致 在潜移默化中被洗脑 这难就是控制言论 或是控制网络 再次什么叫金 金色计划 郭文贵他解释 金色就是使用金钱手码金 红金码钱 像上海 中国的上海昆山 广东的台商和港商 先故意放水 让这些台港商免税 再用法律绑架 台港商归国后 就与台港领导 高管金加入是腐败 所以他关怪这个很有争议 你说他都没道理 他有些有道理 你说他全部有道理 有些胡说八道 对这个很短 以这边来讲 说什么 先故意放水 让这些台港商免税 再要法律绑架 像最近郭台铭被查税 他的红海 就有点这种意思 当然现在真实情况 搞不清楚 你说查税会紧张 但是说红海 这个他缴税都正常 他也不会逃漏税 理论上是这样子 也不用怕 但是其实有时候就很麻烦 比如说举个例子 当然这个还没有证实 他就说什么情况 就说我常理税 你说我都有缴税 我不怕 他说你要补缴多少税 他说我都缴税 我为什么不缴税 结果怎么样 你当初给你这土地 优惠的价格 批租给你 不算 他说怎么不算 我是跟广东 跟荷南 跟这个四川 我是跟那个地方政府 这个签约 说给我的地 批给我的地比较便宜 中国说不算 但是地方政府 没有经过这样同意 所以然后譬如说 你又转给别人了 你又把使用全域 因为中国大陆土地是国有的 只能租嘛 只能租不卖嘛 所以中国大陆买房子 会上到家 房子是买了 恭喜你啊 像台湾买房子啊 土地也是你的 缺分嘛 房子也是你的嘛 中国就不一样 地上是你的 可是土地是国家的 那怎么办呢 我租给你30年 50年 70年 时间到怎么办 时间到了 再缴税吧 那如果买房子很贵啊 不管啊 时间到了 所以这个很麻烦 所以 红海最怕的就是说 这是当初地方政府 给你优税的价格啊 可是啊 你后来又批给人家 你又获利了啊 这个税啊 要补回来 或者说 地方政府欠的 我们不承认啊 类似这种东西就很麻烦 当初最后一照叫做黄色计划 叫黄啊 郭文贵说 资产计划 女色有关黄嘛 我们说黄毒毒嘛 过点处昆山啊 上海东莞啊 澳门等地啊 台商什么 我是台商的坟墓啊 香港坟墓在东莞 广州澳门 台商爱赌爱洗钱啊 澳门就是哇 小的什么地方 这形容词啦 特国航制计划 掌握所有高官啊 台商高官名人姓 赌啊 赌啊 这丑闻地方啊 所以最近也是 民进党一个这个 这个 一个立委嘛 啊 也是啊 这个 民进党常说啊 那个国民党去中国大陆啊 不管你是开会干嘛 就你跟那边啊 这个 官员啦 这个有见面啦 你卖台啦 接受指令等等啊 好啦 你这样讲嘛 不管吧 很多人就相信啊 不信了就不信了 结果民进党自己的立委啊 结果 人杖俱获自己也承认啊 跟一个中共女子啊 在一起啊 在一起 有一定的关系 已经十年了 结果有了也说啊 那个女的啊 也是 跟中共有关的啊 这个 也是 也是这种嘛 人家一定年轻貌美嘛 一定漂亮嘛 你不漂亮 你不会跟他在一起十年嘛 这种东西 也是类似这种东西啊 郭文贵也透露啊 很多 官员高官啊 家族 换身份到 澳门赌博 未来会赢透露细节啊 台湾香港的高官被拍下啊 赌博 淫乱啊 这些影片 这比核武还厉害啊 台湾必输入 所以我们就说 不 我们不说郭文贵这个是好是坏啊 这个争议心太大啊 你说他好也对 你说他不好也对 你说他胡说八道也对啊 你说他有些地方说的 有证据也对啊 但是我们不管啊 我们说南京华这种东西啊 就是跟我们一般的思维逻辑很接近嘛 就是很多人这个 到这个中国啊 有时候你有身份地位啊 性招待啊 然后中国这个控制言论网路 这些都是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嘛 而郭文贵也说啊 那些说要打台湾啊 香港的产温度转移视线啊 核心的交流还是南京华计划啊 他的销利永远大于导弹 啊 核武器是不会使用的 则是下湖啊 南京 蓝色计划的一部分 而郭文贵也询问啊 透过啊 南京华计划 所有港台港澳台的朋友 还有机会吗 只有台港上海 未来吗 这三道都不中 只有住庙里啦 不过住庙里能保证上次不被偷拍嘛 他也判透过爆料 能让港台澳的 南京华计划一一揭露 这是第一则啊 第二则台湾上报啊 上报老板是蛮有名的啊 但是媒体不大啊 2019啊 报道啊 标题是北京寄出啊 南京华2.0啊 统战插手2020啊 台湾派系乱斗震动下滑 这是第一个小标题是 网路前美啊 南京华嘛 布线啊 南京华 绑架 智商大咖啊 这都是媒体报道的嘛 媒体就是公开的嘛 大家都谁都看得到媒体 如果你有看的话啊 南京华一词啊 因为海外华人 政论圈郭文贵的人一再提起啊 近两年在台湾逐渐为人所知 其中拦指 网路舆论啊 要以吹捧造成啊 或者是假讯息抹黑啊 金嘛 是指商业利益 或者直接以金钱购买啊 金钱收买啊 黄则是异性啊 主要女性嘛 通常是女的勾引男的 长男的勾引女的比较少嘛 或掌握私生活 不会人事的把柄啊 金黄策略对象不限定这些人物啊 企业界地方派系人物涵盖其中啊 第二个小标题就是 再报另一类 绿金黄啊 收买轻鱼原始触筒 据指出啊 只说后来又多了一个绿啊 一直非正规医疗体系啊 所以这个 这另外一集啊 在讲这个中共活灾器官 这个 这中国就很麻烦啊 包括活灾器官 COVID-19就说 研制者早早 啊那国际上报联合国啊 包括美国啊 一大堆啊 或者媒体啊 说那这个 谣言满天飞啊 啊 我们要去 中国大陆采访啊 或者我们要去 调查一下啊 不管联合国啊 美国啊 或者其他主持啊 或者新闻媒体 所以这个很麻烦 人家说你有 那你 是不是你就中共 或中国让人家查一下 又不准人家查 不准查 我的时候没有 人家说你没有 那我去 啊 记者到你中国采访采访吗 啊 如果联合国 美国也是大单位啊 不给查啊 所以这就麻烦 人家说你有 那你 你又说我没有 那我去查 不给查啊 所以这就很麻烦了 啊 也就是指啊 非正规医疗体系啊 进行器官移植啊 我把安全系统对外 对海外的传言 不断的 器官移植一说啊 无论是接受 或参与移植啊 均无法对外证实 而在私底下坦言 担心另外一种 绿啊 就是中国的金黄公式对象 不仅止于啊 一般既定影响中的 蓝鱼人士 啊 近年来也扩起绿营 跟弃鱼人士啊 形同扩大 同战打击面 而当然啊 后来讲的绿跟 跟民进党率是没有关系的啊 就是 是器官移植啊 啊 这边多一句啊 真正的绿什么意思啊 就是 原来的意思啊 就是说 郭文贵当然 并没有提到绿啊 原来提出绿的意思就是说 啊 中国高官嘛 你说常常这个 除了李克强以外啊 比较年轻就过失啊 其他的有时候都过了九几啊 这意思就是说 中共掌权者啊 因为掌权嘛 就希望活得久嘛 肢解活得久 家族活得久就是用器官移植嘛 就延长寿命啊 以器官移植为主啊 还有其他的啊 就是生物科技啊 让人活得久一点绿啊 绿就长存嘛 绿是植物嘛 植物活得比较久嘛 这个意思啊 虽然相关系统啊 拒绝啊 拒绝指涉有哪些绿营人士 被北京向重 并着手媒体 但实际上透露在金黄之外 在北京的言论操作下 透过华文媒体在两岸关系 议题中啊 累积政治力量啊 对部分人设议也是一大优因啊 事实上啊 蓝金黄针对不同阵营的人士 做工作 一是台湾两大政党 面临主导权流失的问题啊 这插一句话 就是台湾很多人都要去大陆嘛 这个 不管蓝的 白的啊 绿的啊 什么的 或者一般企业界生意 一般一般民众啊 这有时候你都要去做做生意嘛 去访谈嘛 去探亲嘛 去旅游嘛 都会有啊 但有这次地位 因为中共那边想当然了嘛 就对台湾如果有分量的人去啊 就祖宗八代的过去经验啊 还有热忱招待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 然后中间啊 也许有一些酒色的招待啊 这个 有女人啊 用钱啊 这种东西啊 但台湾相关系统 对中共操作于十分熟练的 舆论战啊 心理战举法律战的三战 也有所掌握 但是去年县市掌选举的后期啊 我帮助台湾啊 警觉到蓝金黄的影响证逐渐出现 加上中共将三战啊 就蓝金黄啊 结合传统地面战 包括地方政治势力的融络 以及基层组织的整合啊 选择立体战的网络 在2018选战的影响力不下于两大政党 尤其是近几次大选 在重新发展网络啊 空战的主政党 在选战往期啊 回防不及啊 第三则呢 新唐人啊 就法轮功的啊 新唐人电视台 2022年跟相比较接近的一个报道啊 标题是绿金计划 啊 北京统战有一首吧 内容就是啊 中共统战的蓝金黄计划 前几年曝光啊 最近台湾军事专家再次提醒 中共还有一项 沙沙林更大的绿金计划 这边就变成 多一个绿 这边蓝金黄绿 这在台面下悄悄进行啊 渗透和控制世界正少名流 而中共的蓝金黄计划 利用网络金钱女色嘛 这蓝金黄嘛 对西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啊 所以这个牵涉到一个 为什么中国啊 我中共的维稳经费 这么高 这么大 甚至超过国防预算 就是这些都要花钱嘛 还有包括控制学院等等 控制学校 控制学院这些都要花钱嘛 因为你网络控制也要花钱嘛 你用钱去诱惑人家 收买也要花钱嘛 用女色也要花钱嘛 这些都是维稳经费的一环 所以他 所以维稳经费也不用买航空母舰啊 也不用建造大型的战斗机 可是为什么这么花这么多钱啊 就是 就透过外交部门啊 公安部门啊 国安部门等等去花嘛 前几年曝光以后 引发民主国家警局啊 3月1号前国防大学 台湾的国防大学震灾学院啊 院长啊 余忠基提醒 中共近年来还增加了一个绿经计划 在台湾方面啊 前面前任国防大学震灾学院 一个院长讲的 前国防大学震灾学院啊 院长余忠基啊 他说啊 绿经计划本身来讲啊 直白的就是器官移植啊 我们都知道啊 很多的这个器官的获得是要当事人同意的 尤其民主国家 他的法律规律非常严格 权贵啊 就有权有势啊 大官啊 大企业家 一些政治精英啊 他是没有办法去享受什么特权的 可是在中国他就没有这些问题啊 他就解释啊 中共将中国大量的非法器官 提供给健康有问题的外国政商民流进行移植啊 这些新闻都很多了 这边就不予举例啊 在你有兴趣啊 有精力去查的话就很多啊 这是身体有问题啊 但是在欧美啊 这是刚好要排队 要排很久等不及 跑到中国去做 这种新闻很多啊 由于在法治国家必须要等待很久才能取得器官啊 有些人就要停个走险 到中国去移植器官 然后中共就会啊 招握威胁他们的把柄 而这个滤进计划权权权力更大 所以为什么法轮功跟中国大陆 跟中共有仇啊 这就是说我很多信徒啊 我也没有要颠覆政权 我没有就修炼 结果啊 就是说很多啊 修炼人在中国大陆没有没有没有出来的啊 就被你抓起来 活在器官 言之早早 啊 中共说我没有啊 当然有些人说啊 也有啊 这很复杂了 有机会在谈啊 所以这个 接下来血海深仇 余仲基啊 他说啊 滤进部分啊 因为就是各国的精英啊 他可能因为个人需求的因素 那这个是直接的影响啊 其他的比如说 蓝金华他都间接的各种管道的影响 对一个国家精英的掌握啊 滤进比其他蓝金华更有效啊 其实中国啊 网络方面他很发达啊 还有摄像头要超多啊 还有这个手机啊 刷卡付费啊 那都可以 就中国他像中共他大数据这方面啊 太厉害 还有生物科技啊 这厉害啊 跟基础工业也不行啊 经济也不行 旅美时事评论员一个叫蓝 叫蓝树吧 他说 滤进计划他销商力啊 可能更大 主要的原因就是啊 他是针对各国政商界的一些巨头 一旦他们被中共抓住了把柄之后 他与中共合作的时候 很可能对西方世界造成伤害会更大一些 而2000年之后 中国器官移植也出现爆炸性的增长 有别于世界各国移植器官需要等多年啊 所以我这边看到一个资料啊 就是不到2005年为止啊 那资料比较旧啊 就是中国大概做器官移植啊 就是又统计出来就是超过9万人 那也不少啊 你说一般没钱的老百姓可能没办法做啊 就是中国9万人啊 当然到现在2023就更多了啊 所以中国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 当然中国换取器官通常只要一两周的时间 而且器官啊 品质高啊 甚至不好还可以再换啊 然而这么多器官从哪里来呢啊 中共长期被指使用使求器官啊 当法轮功说哦 不止使求我的修炼的啊 我的这个心中啊 这个修炼人啊 很多也被也被抓起来活摘器官 而且是活摘也不用同意啊 此外在2006年3月啊 两位来自中国大陆建制人在美国公开披露啊 中共摘取活着的法轮功学的器官用移植 牟利啊 赚钱 之后加拿大人权律师啊 辞生调查记者啊 以及一些独立国际组织都展开调查 国际人权律师啊 某某人啊 根据几年调查的结果啊 指出中共活在法轮功学院器官行径时 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余忠基也披露啊 中共用滤金计划一般的那种形态啊 第一种就是这些权贵啊 或一些重要人士啊 他就知道中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啊 这些器官移植的问题啊 主动上门啊 寻求协助 另外一种就是中共掌握到了一些权贵的个人疾病 或者病痛啊 然后设法联系 达成这样的一个时下交易 当然除了这个中共这个提供到器官以外 当然国际上早就有就是黑道啊 黑道私底下啊 就黑道啊 就抓了什么人啊 然后就就现场啊 就是当着你的面啊 就是把活摘器官做移植啊 黑道有很多啊 所以是国际上人口走私嘛 有的是人口走私有这种活摘器官啊 有的就是就是额脉区啊 当苦力啊 当妓女等等 这国际上这个人口走私很多啊 但事实上 中共它的目的并不是在解决个人问题 目的是要完成精英捕获计划跟策略啊 中共近几年来被曝光在政治啊 经济文化科技学术等领域啊 对民主国家进行全面渗透 目前连人体器官也成为中共威胁的把柄啊 一个旅美时事评论员行天行啊 他说对于人类来讲 如果说有光明黑暗 那么中共不断的扩大它的影响力 就是不断的让这个世界陷于黑暗之中 对于全世界来讲 以中共为核心的这个共产势力 存在就是人类的灾难本身 那你去问中共啊 什么都不承认啊 你问了武力本来没有啊 啊有没有是管制言论没有啊 有没有火灾机会更没有啊 有没有这个那个啊 我中共全都没有啊 我世界的标杆啊 朝银改美啊 我中共就是完美啊 完美啊 整扇没得化身 你问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啊 你去问他就讲 你说可是很多人要让我查 不给查不给查啊 所有的例行计划很可能是来源于中共对资政领导人的医疗保监 啊 2019年啊 北京三里医院的医疗广告意外曝光 啊 为中国人服务的918 所长健康工程 这个工程请举国之力啊 想让中共领导人延长到150岁啊 当时到天堡延长不太可能嘛 啊 因为为什么呢 就现在没有人活到150岁嘛 当然以后不知道啊 啊 此事啊 当时引发民间质疑中共领导人耗费名指名高来延寿 同时广告内容还涉及敏感的啊 气管功能再生啊 电源就被删除啊 等等等等啊 这一集啊 就是说 让大家了解一下啊 啊 早期的蓝金黄 以及后面加油率蓝金黄率啊 是什么东西 啊 这你觉得有有道理没道理啊 就个人判断啊 这一集讲这